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4号在华盛顿说 有望与美方达成协议 避免美国从10号起对墨西哥输美商品加征5%的关税 埃布拉德当天在墨西哥驻美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约8成 埃布拉德预计将于5号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磋商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4号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 相信墨西哥可以与美国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以避免加征关税 不过正在英国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仍然保持强硬姿态 称关税很可能于10号生效 但是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已经招致美国国会两党一致反对 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国会两党已经在考虑通过投票来否决总统的关税举措